草丹町三角社区每年都会基盘的理修切捷落来典型 规模是一年比一年大 除了结合社区基民好好亲自 做的与生活当中用不够的物品 达到资源再利用的好意 草丹町请击这几年也都加热理修切捷的行列 加回收并且很利过家具电风点点 提来买是相当受到民众的欢迎 草丹町三角社区跳蚤市场流在电池 很高兴参加 组织就自己家也不拼 稍微每年记得多年 每个摊位几乎都逛 然后就觉得很棒 一个是享受到人情味 还有就是热闹大家一起来 选自己的东西的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还有寻宝的感觉很棒 只要是学校也跟我女配合 那所有礼民也非常的认同这个活动 所以包括我们先生过住户以前的环队 现在都已经答应了 所以我们这个社区的严重力 包括我们的这个创意会一直在增加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湖山国小的大力支持 然后才可以促成这样子好的活动 那当然我们里长是功不得磨 真的 它是促成这个活动的最大最大的一个推手 每年参加进行拥有 刚才说把八条路来放起来 还结合到高兴的国学空间 在两个设计的国家外的岛 有社区基民就够好好称呼 最把用备到的新外用品拿菜 卖他们自己做的手作品 就是编织还有破箱石跟副屯膏 都是他们平常自己在家里玩自己做的 今天是卖童装 对 生意还OK 就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好一些 不错我觉得可以 为了说后悔学不聘客再利用 安等到夕用的时间 也减少本缩量 超纯仁情结果 这四年来也加一条跳蚤市场的行动 小学经营兴党的好 受到民众的感应 一样一样减我觉得是不容易 但是卖出是小事 我觉得推广给大家 有这种资源回收再利用的一个理念 对我们的整个社会 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帮助 那今年我们也很高兴 还不到7点就有民众急着来买 那我们今年又增加了那个电风扇 也是我们同仁 就是重新再整理过 还有电钻啊 还有沙发 三角社区官邦国官都说 能不能落到好办法行 想不到天气来专门 感谢到天宫 听受到很多人 也感谢社区志工总统官来协作 和跳蚤市场顺利进行 记者女性差不多